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海东一仗也没有打 一直在养病 所以也没有曝光度 但1955年授贤时 许海东却名列大将 且高居第二 仅次于战神素玉 为什么一个解放战争从未出场的人 能被授予大将军衔 原因就是在红军时期的许海东功劳太大了 在十大大将中 公认素玉在解放战争时期战功最大 但在红军时期 却是许海东的功劳最大 打的仗也最多 思诺在西行漫迹中评价他说 红军的军事领导人中 恐怕没有人能比许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 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许海东是遥功出神 没有善过学 更别说军校了 但有天赋的人就是这样 许海东打一次仗 升一级官 每仗必胜 如有神助 1932年的一次大选之夜 许海东的部队被敌军发现了 当时他的身边只有两个团 敌军是两个师 武器装备更是天上地下 两个团长急了 说 赶紧撤吧 不然就把交代在这儿了 但许海东大手一挥 道 我带着特务连正面冲锋 你们两个团从两翼包抄过去 你们俩完不成任务 就骑着脑袋来见我 我完不成任务 我也骑着脑袋来见你们 于是 许海东带着特务连直冲向敌军的两个师 快到敌军面前时 突然 许海东猛地把身上的棉衣甩了下来 接着把裤子也脱了 鞋子也扔了 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条裤衩 在大雪纷飞中 一身剑朔本有黑肌肉 俨然天降战神 许老虎举着大刀 苦目圆正 对大家吼道 今天老子就死在这里 看看这帮龟尊子有没有胆收留 大家也都被他的激情感染了 个个都甩掉了棉衣棉裤 吼叫着冲向了敌军 敌军一看 也都被吓呆了 打仗这么多年 哪见过这种阵势 两个师被军老虎一冲 顿时崩溃 兵犯如山倒 再加上两个团的左右夹击 大获全胜 据说 许是有听说后 大呼过眼 对不下爽 老虎就是老虎 我不如他 在红军时期 徐海东堪称一面喜致 蒋介石声称 徐海东不死 国无宁致 在南京政府的悬赏中 徐海东的善额高达二十五万大洋 与朱德 毛泽东并列 长征时期 不管是红一方面军 还是红二 红四方面军 一路上都损失极大 到了陕北时疲惫不堪 但徐海东单独行动的红二十五军 却越走越壮大 越走装备越好 等到了陕北跟刘志丹会时 两支部队改编成红十五军团 徐海东众望所归的成为军团长 接下来 就是让毛主席终生 不忘的五零零零大洋了 当时 中央红军刚刚经历了张国道事件 到达陕北后 人困麻烦 人地两生 连生存都成了大问题 只好把目光投向了陕北的徐海东 不过 徐海东毕竟曾是张国道的部下 他能帮忙吗 连毛主席心里都有点拿不准 但徐海东二话不说 把三分之二的家底 五千块大洋 都送给了中央红军 请注意 不是借 是送 而且 还从每个班挑出一把最好的枪 送给中央红军 这份深情后裔 让毛主席一辈子都忘不了 圣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一九五五年授贤时 当徐海东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 特地找到周总理 说 从你 我长期养病 为党工作太少了 授我大将太高 我授之有溃啊 但周总理握着他的手 说 海东洪志 授你大将军衔 不高 也不低 恰当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面说 说 108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